歡迎回到阿里達電視繼續欣賞2016 ITTF年終總決賽的轉播 場上即將要進行的將是男子單打石油強戰的第二場比賽 畫面上看到的是代表卡達出賽的中國籍選手李平 他從2015年開始是轉籍到了卡達 那他在這樣比賽的對手呢 是目前的世界球王中國選手馬龍 馬龍也在今年的奧運會跟丁玲兩位選手成為新的大滿貫得主 當然對馬龍來講這也是他桌球事業的高峰 那現在就是想辦法把這樣的狀態給延續下去 因為很明顯的他跟丁玲呢也會是接下來這幾年中國隊 在國際桌團領軍的人物 當然原本在今年年終賽呢 另外一位大滿貫能組張濟柯也是有參賽的資格 不過卻在比賽前夕是因為腳踝扭傷 所以不得不退賽而且這個腳踝扭傷的原因也是蠻特別的 這不是在訓練的時候是在參加實境節目錄影的時候 因為粉絲瘋狂的追星所以為了要躲避粉絲 那讓張濟柯是扭傷了他的腳踝 不過也因此是要缺席接下來的 包括前幾戰的公開賽跟年終賽也沒有辦法來參加 只能全力的復健 接下來先想辦法在自己國內的這個平朝俱樂部的比賽出賽 李平今年30歲 過去他在代表中國出賽的時候曾經在2009年的世錦賽 當時跟曹征合作呢是拿下了混合雙打的世界冠軍頭銜 不過中國確實國內的競爭是非常激烈的 所以有些一隊的好手可能在一隊發展很多年 不見得能夠有機會去參加一些很高等級的比賽 因為人才太多了 所以他們要的就是一個機會 所以有相當多好的選手在 他們認為這個要有機會的時候會選擇到 不管是歐洲或世界各地的國家去發展 當然目前ITTF對於這個轉籍的規定也越來越嚴格 所以其實現在要看到這種轉籍已經不太容易了 沒錯 在今年的禮越奧運會上呢 李平也成功地打進到男子單打的第三輪 最後是以3比4敗給了德國好手奧恰洛夫 所以李平其實也證明自己還是有兩把刷子在 當然 兩位選手都是右手橫拍進攻型的打法 過去兩個人從未在國際賽場上正面交鋒 這將是他們第一次在ITTF積分賽上的對決 當然在今年的賽季結束過後呢 明年2017年喔 那屆時的世界錦標賽將是個人的市錦賽 所以會是明年桌壇的最大重點 好的這樣比賽馬上就要正式展開 第一局將先由卡達選手李平來發球 這是李平第一次參與年終總決賽 在馬龍的部分呢 則是他連續第八年喔 都獲選參賽了 開賽第一個就是插網球 第二個想要揭發球直接用反手擰上手 李平開始是連拿了兩分喔 還是在反手會想要搶攻的時候15 我一開始打得好像有點急 對 還是要多了解一下李平給的旋轉 正手的進攻 毫無疑問啦 這是馬龍殺傷力最大的武器 2016年的奧運會冠軍 也是2015年市錦賽的冠軍得主 過去他也曾經四度在年終賽的南丹瘋亡啊 2008、2009、2011還有2015 今年是要來挑戰個人生涯第五座年終賽的冠軍啊 要為今年賽季畫下一個完美的據點 這兩分李平在判斷馬龍的出球都有點猶豫啊 而且判斷都是錯誤的 最後可以看到腳步後退的時候都有點失去平衡 還是反手擰的失誤啊 目前為止李平拿到這四分啊 除了開賽的第一分之外 都出在馬龍反手這一面的問題 第一場比賽可能 需要花一點時間來找一下 反手擰的手感 會 這幾分都是馬龍送給他的啊 今年賽季馬龍一共參加了六戰公開賽 那在德國公開賽還有卡拉公開賽的兩個超級賽當中是拿下了冠軍 而在韓國戰跟科威特戰則是以第二名做手 還有中國公開賽 基本上今年 參與的這六場賽事都是超級賽 那拿了兩個冠軍三個亞軍跟一次的四強 所以今年馬龍 在整個參賽的積分上面是遙遙領先 所有選手 不過第一局來講的話 這 不太像是我們平常習慣看到的馬龍 感覺不在狀態上 這個反手 也沒有能夠擋進啊 感覺失誤都有點 對馬龍來說他的技術水準有點算低級失誤 這邊又是一個 正手 感覺應該要打到了 但是 這初拍的時機好像有點怪怪的 對 這可能 奧運會玩 可能有休一陣子 或者是一些 代言 什麼的 商演活動 也比較多一點 不過如果來 比賽應該也會 讓自己回到比賽的狀態 對啊怎麼會這樣 這好像不是我們心目中的龍哥 現在已經讓李平是逼出了八個局墨點了 拿到了第三分 化解掉李平的第一個局點 看看 在面臨局點的壓力是不是能夠讓 馬龍找回自己啊 結果又是在反手的銜接上面 時機稍微差了一點 最後呢在第一局的比賽 地主選手代表卡達的李平 是以11比4打敗了世界球王馬龍 在這場比賽當中目前1比0暫時領先 世界球王 新科大蠻冠得主馬龍 在年中賽的第1場出賽 第1局的表現 有點令人意外 4比11比較大的差距 敗給了地主選手 李平 這樣的對抗當中 其實還沒有看到李平到底打得好不好 因為大部分李平的得分來自於馬龍失誤 對而且在第1局看來馬龍的出拍 都有點太過於隨便了 所以就看過了第1局喔 經歷剛剛的這個局限暫停之後 馬龍是不是能夠重新的 把他的集中力給找回來啊 對 對 不然正常在講以馬龍現在的技術水準 剛剛李平反過來的球是不應該連 摸都摸不到 好 我一樣先從 正手開始 對馬龍來講今天 反手的失誤真的是多了一點 主要李平打法還是 比較強調一些弱點的 變化去調動馬龍 對 沒有要跟這個馬龍拼力量的意思 李平的打法就是相較比較傳統一點 4比 哇結果 這是一個 發球的失誤 打到第1次的毛巾暫停 打到第1次的毛巾暫停 現在馬龍還有2分的領先 好球在第3板反手主動的強攻 這次開賽到現在難得的主動進攻啊 這次開賽到現在難得的主動進攻啊 好球 一改到機會直接搶第1時間去用反手的絲去做加壓 形成一個速差 嗯哼 所以這個反手的 準心是不是也調教完成了 5比3 剛剛出手的速度卻是比李平快了一些 直接發長球 哇 結果李平的主動變線 擾亂的馬龍 哇 在擠到的情況下還有辦法主動的變線是非常不容易啊 反手去拖了一個直線 哇 剛剛為了要接這一板了 這好像也讓李平 動作有點扭曲啊 對 短球的對白 最後李平掛網 對白 印測 想要換個發球的套路 我還是插網 中路條 這一局 馬龍可以說是 這個把正常比較正常的狀態給發揮出來 降低了一些第一局的無謂失誤 也沒有所謂的強攻的手段 只是在進攻上面的穩定性有稍微調回來一點 對 主動變線嗎 還是正手的對攻 對拉的能力也是非常的強悍 很難 有點像比較激烈的對練 對 我馬龍 這一分確實被李平跟得很好啊 揭發這邊 突如其來了 給到比較靠近馬龍身體的位置 利用馬龍發的左側旋去順著他的旋轉 去做一個直線的挑球 現在李平又把分數給咬了上來 插邊 達到第九分 翻手 進入到箱尺其實馬龍還是有他的優勢在 對因為 從慢動作可以看得到 李平在反手在箱尺球的時候 上下的重心起伏是比較多的 所以擊球的timing好像會比馬龍再慢一點 對 而且因為他重心的起伏 所以他反手在對的時候只能製造弧線 而且只能用下上的這個 慣用的力量去加摩擦 他沒辦法去把這個球去壓 然後自己去加 他要的旋轉 哇 不過這邊主動的變線受到效果 化解掉了馬龍的局點 來到第三次的毛巾暫停 我李平在這一局裡頭 兩度這個主動變線拿分 再被化解的一個局點 盤手可以拉得比較深一些 對 對 兩位選手的年紀其實差不多 所以在國家一隊 中國隊的時候應該有碰到過 對 哇一個黃條 已經影響到了 李平的判斷了 所以馬龍 守住了他最後一個局點機會 以11比9贏得了比賽的第2局 也使得雙方前兩局打完 贊成1比1的平手 歡迎回到轉播的現場 2016 ITTF年終總決賽 男子單打 石油強戰的第2場比賽 由世界球王馬龍出戰的是 卡達地主選手李平 前面兩局打完現在雙方 贊成1比1的平手 同一時間呢在第2桌 則是進行日本選手 松平健泰 跟香港黃正廷的 對決 開賽的 開局的第1分 就是 計S球 完全讓馬龍沒辦法反應 對 對 今天的馬龍確實 感覺上這個集中力並不是百分百 你看他的眼神就知道了 而且 不管是他 準備在跟球的眼神 還是他出完拍 哪怕是失誤 他的謹慎的程度 你從他眼神就看得出來 哇 投場球 這邊也要還以顏色喔 這是一個面之問題 剛剛被一個 S球給偷襲到 馬龍說我也要投一個回來了 這邊直接的擰球 但是沒有擰中 1比3 1比3 哇一個黃條 好 我以為可能要戳場喔 對 他的拍妹剛才也是抓到 面對 李平的反手位 結果在最後在出拍的時候 去做一個 右側旋的摩擦 這邊想要 再試一個假動作 還是想要搶快 這顆球他想要去 走一個 順旋轉 去利用順旋轉 持旋轉的力量 結果反而碰到之後 直接下網 這邊馬龍的反手喔 再出現一次失誤 這個球 一剛開始在跟這個球的彈道 就是 錯誤了 所以最後在出拍的時候 跟著重心 直接去往後 往下做 李平 在1比4落後的情況下 連追3分回來 現在 跟馬龍戰成的平手 好 在奧運會結束之後當然 我中文隊一些主力選手其實 主要重心是擺在國內的聯賽啊 所以最近的幾個 Major等級的公開賽 中文隊都沒有派出他們 一線的選手出來啊 所以對於馬龍來講 其實也是好一段時間沒有在 國際賽場上露面 而且這場球 其實 還蠻有趣的 雙方的分數好像都是對方給的 主動進攻得分的 情況好像不多見 這邊李平又是靠著馬龍失誤 取得第6分 好球 哇好球 先把馬龍鎖在他的反手位的大角度 側身去做一個右側旋的正手勾 勾到馬龍的正手空檔 再看一次了 已經限制住了馬龍的行動了 如果在那樣子 這個側身擊球的情況下 不太可能再還原了 對 反而肩掌球的李平 倒是能夠打出一些 出其不意的好球 對 偷長球 讓馬龍的揭發 又出現了失誤 這局來講 偷長球的好像是蠻重要的一個元素 開賽的第1顆S球 6-8 李平今天在第3局所拿到的8分裡頭 也有2-3分就是靠著長球得來的 激發球直接翻手擰 先搶主動拳 馬龍今天這個翻手這邊的摩擦好像 這一直都有點狀況 對 在判斷李平的出球的時候的跟球 感覺就沒有這麼緊湊 而且今天看馬龍的下盤的一位尤其是 踩正手的交叉步感覺 我覺得 腳沒有站得很穩健 都踏得不夠實 反倒是讓李平這邊連續進攻 逼出了第3局的局點 短球開始了 但是李平 出現了失誤 比分變成10比7 又是一個偷長球 哇 馬龍差點跌倒 嗯哼 反拉 哇 最後在判斷 李平進攻的線路上面沒有算準 也讓卡拉選手李平 以11比7 拿下了比賽的第3局 現在再次的取得了居住上的領先 大節目為雙語播出 歡迎回到轉播的現場 謝謝球王馬龍 在今年年終總決賽的 首度亮相 現在局數上面是1比2 落後給卡達選手李平 我剛剛第3局了 李平的後半段發揮是比較精彩 不過 馬龍今天一直給我們的感覺都不太對 對 對 而且李平 這場比賽都會出現 非常高技術水準的球 但是在 往往在失分的時候 也會出現那種 還算還蠻低級失誤的球 好壞的落差比較大一點 對 主動的換落點 馬龍在第4局的一開始 連拿3分 還想要再來抽幾場球 哦 發的力道連太大了 不過如果剛剛有打進的話 其實完全要壓他擺線上 對 4比0 這也是一個 判斷錯誤 第4局的前6分打完 第4局的前6分打完 目前馬龍 想要4分的領先 這局幾個球的處理好像 比較有我們熟悉的馬龍味道 對 還是個偷藏球 因為如果要說今天進入狀況 比賽 進入比賽狀況的速度比較慢了 那好像有點太慢 對太慢了 這個 不太應該出現在馬龍的身上 反手這邊 沒有對到 讓李平拿到了第2分 今年雖然張棋柯沒有 參賽了 不過在南隊部分呢 中央隊包括了馬龍在內 還有許欣跟樊正東也都來到了卡達 要來爭奪年終總決賽的冠軍 今天馬龍的反手長球想要進攻 或者在銜接的時候 重心都有點太後面了 嗯哼 主動的往中路去劈長 拿到第9分 這局來講馬龍一直都把差距了 保持在一定的範圍 對呀 哇 搶到點 再次主動的發力 10比3 現在馬龍 逼出了7個局點 沒問題喔 這次BEN 沒有問題喔 在這局的第1個局點 馬龍就把握住了機會 以11比3 拿下第4局的勝利 這也使得雙方在前面四局打完之後 現在局數變成2比2的平手 馬龍跟李平的比賽現在即將進入第五局 第四局呢 馬龍感覺這個狀況有稍微調整回來喔 11比3的獲勝 現在看一下李平 是不是能夠再把他的狀況發揮得更穩定一點喔 我覺得李平在開賽到現在 對拉或者反手相持被主動變線的時候 長球大球其實都跟得非常的好 但是往往在第三板或者是半出桌 在準備短球但是這顆球是突然性有出台的 這顆球的去抓進攻其實掌握度是沒有很好 哇主動變線 一開賽連拿三分 對這個應該才是各位觀眾 包含我們所熟悉的龍式打法 哈哈 這邊再靠著發球喔李平 揭發掛網 連續兩局的開局喔 馬龍都是取得了大幅的領先 對 揭發球這一局李平好像碰到有點狀況啊 對 像打箱子球打大球對李平來講都沒問題 但是像這種 比較進台的細膩球 就感覺好像無謂失誤真的多了點 而且都是沒有辦法準確預測到的 感覺啊 就是會晚一拍啊 對 或是差一步喔 對 6比0的開局 咻到對啦 對這種球對李平來說都不是問題 對啦 我畢竟也是需要前面這些小球的環節 才有辦法銜接到後面打大球 6比1 哇又一次的 發球失誤 還是經過了第三板之後打到5到7板的大球 這個就是打到李平的套路上 嗯哼 反手結合正手的連續進攻 眼追了3分回來啊 不過會講 今天馬龍狀況不太正常的 真的不是隨便講講 因為一場球其實也很難看到馬龍會有兩次 發球失誤出現 而且在 奧運會之前 包含奧運會你只要 發稍微出桌的球馬龍就先上手 現在是不可能是 讓你 像這場比賽一樣發長球 到目前為止馬龍 雖然都有回過去啦 或是有 有一個球是被S 對 現在都只有先顧進而已 但是在 大比賽的時候他是 這種球是好 完全不放過他的 如果發球稍微 差一點點的那就真的是 自討苦吃 對 不過這一次的 正手進攻 最後做了一個側切 切了一個短的 李平友還想要從球桌下 把球給救回來了沒有成功 反手之後銜接正手 稍微差了一點 這個球 判斷第一時間也稍微有點錯誤啊 所以在 腳下的 啟動再微調 稍微有點慌張 9比5 第3次 第三次 被發了一顆S球 3次的 發球失誤 這馬龍可能也在這樣比賽 締造了自己 比較另類的 制度啦 不過呢 不過呢 不管如何 馬龍還是在這一局當中 先逼出了局點 現在輪到李平來發球 好球 正手的伏反 11比6 中國選手 馬龍拿下了比賽的第5局 現在也取得3比2 居住上的領先 我們稍微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歡迎回到轉播的現場 歡迎回到轉播的現場 系列球王馬龍出戰卡達選手李平的交手 現在即將要進入到第6局 而在這場比賽結束過後呢 稍待一會要為您送上的比賽 將是由南韓選手陣容值 要挑戰 今年里約奧運會 男單銅牌得主 日本名將水谷準的對決 第6局的第1分 回擺的過程當中 馬龍 力道稍微輕了一些 成功的投藏球 王底憑著中路去做壓迫 這場球好像在比 誰的犯錯比對方少 對 不是在球要打得多漂亮 這場球 藉由一個插網球李平 最後一板去做了一個打對手 去看對手的動作 重心 所以看到 馬龍又想要往球台右側移動 對 送到 左半台 來 2 2 1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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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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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是在前幾板的時候 這是我們今天看到李平比較常失分的狀況 對 對 換個揭發的方式 但也沒有處理好 而且距離差的還是稍微有點多 在旋轉上面 這邊又是一個揭發直接下網 對 在揭發失誤好像都 不是差一點點的事啊 就是在判斷馬龍的發球上面今天李平 做得不是很好 然後像這種球 大球李平今天掌握度都非常高 這球打到球台的側邊 所以是算李平得分 對 所以對於李平來講想要得分最好的方法就是多打幾個來回 對 如果想辦法把來回變多了 今天得分的機率是高的 如果是這樣的話他發球的長球的比例就可以再多一點 哇 總算喔 這 今天我們 難得看到馬龍這樣子 精彩好球的出現了 連續季 1 反手加壓之後轉一個小側身 5比3 可以看到馬龍今天處理李平擰過來的球 都是用推回去的 正來講馬龍 去處理擰過來的球都是用反手撕的 一邊 大球真的沒話說 齁齁齁 李平 這一分拼了喔 他這樣子被主動變線要被拉穿的時候 最後出手 還有辦法找到完美的擊球點 最後這半反手確實漂亮 5比5 連拿3分 李平現在在第六局 首度取得領先 換李平發小失誤 原來發小失誤 是會傳染的 送給了馬龍追評分 因為想要再發的更仔細 更細膩一點 反而沒有打盡 6比6 偷了一顆長球 這局連續 算 偷了兩個成功 對 還有一次發球機會 欸判斷錯誤 還好救回來 不過最後這個 正手差了一點喔 剛剛以為會出界了 對 但其實這個 好像也有一段差距喔 所以雙方今天在判斷 球的彈道 還有判斷長短 其實多多少少有點誤差 對 欸這根球調的也有點 意思沒有到啊 只能這麼說 對 7比8 正手想拉中路 結果也沒有打盡 這讓李平 現在又追成了8比8了 好球 這一局的第三次的長球 所以就是在一些接發球的判斷上面 這次李平 這場比賽目前碰到比較大的問題 對 往往一來一回之間就落差比較大 這邊反手想要給直線的沒有成功 讓馬龍 10比8 現在出現了兩個賽末點機會 哇 最後直接回檔到了李平 最後直接回檔到了李平 右半台出現的空檔 馬龍以11比8 贏得了比賽的第六局 最後也以4比2 打敗了卡達選手李平 不過這樣球來講的話 很顯然的喔 狀況並不是在最好 也期待 他在經理8強之後 他的狀態能夠隨著比賽 一局一局的提升回來了 當然這樣比賽結束的同時 邀請您再稍微休息一下 待會回來 要來欣賞南韓選手正榮池 再次出戰日本水谷組的對決